失业是无数打工族的梦魇 而日前武汉某医院护膝机集体失业的画面 却给了我们极大的舒适感 闲置上来的抢救仪器排列在一起将被消毒清晰 统一下岗的护膝机们折射出中国人正在战役之路上 一步步走向最终的胜利 假如忙碌了几个月的医疗设备都有了生命和思想 他们一定也希望自己能像这些呼吸机一样早日下岗 倘若我们对他们逐个进行采访 他们可能会这样说吧 我可以帮助重症患者度过顽固性低氧血症期 是成功救治的关键 但我能做的也只是为免疫系统的恢复和其他治疗的实施 争取时间 在岗期间我见证了太多生理死别 多谢辛劳的医护和严格的防控减少了需要我的患者 我希望大家继续加强自我防护 我是Icomo 正规的医学名称是体外肺膜养合 对于连呼吸机也无法维持最低限度养合的冰死患者 我是最后的生命之中 但作为体外的人工肺 就算我再怎么敬业也比不上原装的 现在需要使用我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希望有一天我的名字不会再被常常提起 忘掉我证明你们都健康 我的特殊材料层可以阻隔细菌病毒 是一线医护人员每天上班的必备防护 看着医护人员穿上我之后汗流浃背的样子 我的心里很不好受 可白衣天使们却还在工作之余为我涂上漂亮的画 很高兴我和我的小伙伴在很多地方已经半退休 也祝愿画在我身上的那些美好都能成为现实 自从发现新冠病毒可能通过结膜传播 我就成了一线医护人员摘不掉的脸部挂甲 为了避免眼镜起雾增加密闭性 医护工作者们需要把我紧紧地勒在脸上 即使鼻梁破口耳朵起泡也不能放松 我好想早点被摘下 让天使们伤痕累累的脸庞早日恢复光彩 一次性医用口罩 医用外客口罩 N95医用防护口罩 就算是之前不熟悉我们的人 这次也学会了分清我们几兄弟 从防护用品升级成为生活必需品 我感到压力山大 好想回到上街不用和兄弟们打照面的日子 因为我更想看到大家露出八颗牙齿的笑脸 我的全面上任让各个小区公司商超学校都有了体温检测设备 减少了公共区域的感染风险 增加了出行人群的安全保障 但谁也不想每天进出都被一把枪顶着脑门 我宁愿快些下岗来换回人们来去自主的日子 感谢这些医疗设备在疫情期间的新劳工作 但还是祝愿他们早日如愿下岗 诶 这里还有一份上岗请愿书 我是还未出世的新冠病毒疫苗 自从病毒全基组序列被检测出后 大量的中国科研团队便集中力量展开疫苗研制 现在中国的重组新冠疫苗已经获批启动展开临床试验 世界各国的高级研究人员也同时在为我科研攻关 相信在全球科研力量的共同努力下 我会早日上岗将新冠病毒打它 彩蛋时间 等疫苗上了岗 大多数医疗设备成功失业 我们可爱的白衣战士们也终于可以歇一歇了吧 知道吗 好多知名景点都对你们免费开访 全国各地人民都盼着能好好接待去度假的你们 如果不喜欢别人的话 感谢大家